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洗澡是一件又舒服又快乐的事情 有些人的爱好就是洗澡 但是你了解洗澡的禁忌吗 在某些情况下 错误的洗澡习惯反而会影响健康 老话常说的人洗三澡命笔直薄 说的是洗澡和咱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事实上洗澡对健康的影响也很大 洗个健康澡不仅去尘除够 身体也不而棒 而不恰当的洗澡方式则会伤身毁健康 不夸张地说 洗澡时犯一些错真的可能命笔直薄 今天就说说一些洗澡时容易踩的雷 千万别这样洗澡 招湿气整晚都睡不好 使劲搓澡容易招湿气 很多人会觉得只有使劲的搓 把皮肤搓得红红的才算洗干净了 然而搓得太使劲或搓的时间过程 容易破坏皮肤表面的保护屏障 大夏天里风扇或空调再一吹 湿气就会趁虚而入 而且夏天又湿又热 时不时还有回南天 又给了湿气可趁之机 此外皮肤屏障受到破坏后 会降低皮肤抵抗力 从而诱发或加重皮肤病 建议 搓澡讲究个适可而止 最好隔几天搓一次 以皮肤不发红 不疼为疑 准备睡觉才洗澡 应效睡眠 很多人觉得 睡前洗个澡 同体舒畅 更有助于睡眠 恰恰相反 睡觉前洗澡 可能会让你睡不着 睡不香 如果洗得湿热水澡 躯干温度较高 会影响睡眠 当然 现在天气热 大家更喜欢洗冷水澡 然而 洗个凉水澡 会让人更精神 睡意傻得全美了 建议 最推荐睡前 1.5到2小时洗澡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缓冲 身体会自动调节在 合适的温度 就会产生睡意 大汗或剧烈运动后洗澡 有猝死风险 大夏天里 外出回家或运动后 绝对是满身大汗 难受的不行 就像赶紧洗个澡 且慢 这时候洗澡很危险 人出汗时 尤其是剧烈运动后 身体会大量产热 出现心率加快 血液流动加速 皮肤血管扩张等现象 这时候 不论是热水澡 还是冷水澡 都对身体不利 洗热水澡 会促使血管进一步扩张 使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 致使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的血流量不足 造成缺氧 而洗冷水澡 会让血管急速收缩 容易损伤心脑血管 还会导致体内的筋热散发不出去 出现重疏 尤其是患有高血压 关心病等疾病者 可能会发生致命的意外 建议 大量出汗或运动后 先休息一会儿 等不冒汗了 再用温水冲澡 看到这 估计没几个人会觉得 洗澡是小事了吧 饱饭后洗澡 饭后 身体的主要血液会集中在肠胃 促进食物的消化 如果此时洗澡 身体的毛细血管就会充血 使肠胃的血液不足 不利于身体消化和吸收食物 还可能导致短暂的脑缺血和心脏缺血 在洗澡中 大家或多或少会有些疑问 今天就说清楚 三个洗澡的小问题 多年的疑惑终于解开 一 沐浴露好还是肥皂好 根据你皮肤的具体情况来选 很多肥皂的碱性比较强 在强力去污的同时 也去除了皮脂 使皮肤更干燥 所以 皮肤干燥或敏感的人 最好选择中性的 偏酸性的沐浴露 而皮肤没啥问题的人 可根据你的喜好来选择 二 洗澡的最佳顺序是什么 事实上 洗澡顺序并不会影响健康 有人可能会不服气 我听说谁谁洗澡的时候 先洗头 导致血压飙升 晕倒了 事实上 洗澡时晕倒和先洗哪个部位 没有直接关系 其关键因素是温差 其次是通风 举个例子 水温和体温的温差过大 会让人体血管突然急剧地收缩或者扩张 如果个体血压调节能力跟不上 就可能晕倒 不过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有高血压 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 或老年人 长期卧床者等群体身上 一般人群爱先洗哪 洗哪 三 每天洗几次澡好 根据地域和气候 运动量而定 夏天出汗较多 以每天都洗澡 运动后甚至可多洗一次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 隔几天洗一次澡也未尝不可 但最好每天都擦一下身子 此外 洗澡的水温以40到42摄氏度为最佳 而一次洗浴时间最好控制在10到15分钟 悄悄告诉你 人身上藏了不少养身血 洗澡时顺手暗暗 省下大笔买药钱 四 洗澡水什么温度合适 水温标准因人而异 很多人觉得高温杀菌 所以温度越高洗得越干净 这说法乍一听还挺有道理 但是人皮又不是猪皮 是会烫伤的 有研究表明 44摄氏度热水持续接触6小时左右 就会导致烫伤 如果水温在身高5摄氏度 即49摄氏度 则大概只需要10分钟 而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 接触十几秒就可能发生深度烫伤了 况且洗澡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杀菌 只是为了除垢 这些污垢包括皮肤脱落的细胞 汗液及灰尘等 你的毛孔也不会因为温度升高 打开而洗得更干净 所以最好的洗澡温度 大概就是自己感觉不冷不烫 不舒服的那种 找到自己适合的水温 才能安心地洗个热水澡 而不是开水澡 5.女生经期不能洗澡吗? 可以淋浴 很多女性在经期就既不洗头也不洗澡 担心大姨妈来了洗澡洗头会头痛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不过这种头痛大多数跟身体激素水平的改变有关 不管你洗不洗 头疼的概率都在那里 不多不少 虽然经期的女性确实会比平时脆弱一点点 可是洗头洗澡还是没问题的 只是不建议盆浴 如果实在担心洗澡对身体有影响 那就用温水洗 洗完记得及时擦干 注意保暖就行 洗澡顺手按按这三处 干泡湿气睡得香 1.两个驱湿窝 经常暗揉这两个窝有助于驱除湿气 夜窝 这里有个集权血 暗揉不仅能排湿气 还可出到心经浴火 轴窝外侧是人体关键的排污口 2.耳后的安眠血 安眠血位于耳后高骨后方凹陷处 洗澡的时候暗揉两分钟左右 能安神定制促进睡眠 而且该血处于头颈交接部位 暗揉还可改善局部气血循环 3.腿上的降脂血 小药简直除了管住嘴迈开腿 还可以按按腿上的阴灵拳 阴灵拳位于皮筋 经常暗揉 可促进全身气血的运转 改善身体对弹肢的运化 从而起到降脂作用 阴灵拳 位于小腿内侧 颈骨内侧 怀后下方凹陷处 方法 顺时针方向暗揉两分钟 拇指再点按半分钟 以由三胀杆为佳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